我看到犀鸟应该是分散在森林里的各个觅食点进行觅食 然后再分期分批 飞到我身后的这座山上的几棵树上面去集结 然后再统一的飞向他们的栖息地 这次就是拍摄到了他们集体飞向他们栖息地的这个画面 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非常的幸运 同壁光自然保护区已经建立30多年 在30多年的持续保护过程中 当中我们也对犀鸟进行了这个监测 这个犀鸟的数量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从两三只 四五只 十多只 此次接近百只 说明这个保护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